是 政府不應該押保 也要特別注意風向的問題 我們說到風向也是 最近很多人 就算民進黨的支持者也說 中天電視如果真的被關起來的話 他們其實也是反對的 尤其在聽證會當中很多瑕疵 我們可以看到 資深媒體人王建壯 他點出5點 認為是所謂的NCC很無知 因為NCC問什麼 每天監看幾小時的新聞 有沒有超過3小時 但是吳之一 獨立審查人不可能 24小時監看新聞 NCC也說 是不是每則新聞都要經過編審 為什麼編審只有兩位 當然專家就說 媒體分層授權 主管不可能據細迷矣 去監看每一則新聞 還有涉及的新聞多少 如果單一的特上88的比例 是不是符合專業 也被打臉說 沒有媒體在新聞發生之前 就制定了所謂機械式的比例原則 來綁手綁腳 還有中天總經理誰決定 總監誰決定 媒體人 當然這些人事任用 跟企業一樣 所以說並不是這個要考量的要點 所以他認為這個也是一個 不該問的問題 不夠專業的問題 當然還有NCC也問 蔡衍明有沒有介入 當然王健壯也說 哪個媒體老闆或大股東 不會過問經營 只是干預有白白種 而且他也講說 這個跟有沒有加入群組有關嗎 如果你真的要下指導期的話 也不一定一定是加群組 對不對 就搞錯方向了 來 洪輝議員你怎麼看 因為那一天NCC的 他的會長達8個半小時 很多人都說 這開玩笑 這種公審 搞了這種馬拉松式的 而且現在不是很多 這個檢調 譬如說他不准夜間詢問 我可以拒絕夜間詢問 他這個是 等於說你不能這樣疲勞轟炸 可是當天NCC審中天 竟然長達8個半小時 裡面很多的問題 說實在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新聞媒體經營的常識 我直接說 因為我們自己是媒體出身 其實很多包含董事長 就是說你在媒體很多的老闆 對於人事來講 他有沒有一定的主導權 你今天哪一個媒體老闆 告訴我說 他的總經理 他的總編輯 他完全是蒙著眼睛 然後是由別人決定的 哪一個老闆敢這樣講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說他可以在 比如說在新聞裡面 或者是在你的編輯台 我給你一定的專業主導權 但是對於人事來說 很多的媒體老闆 還是會有一定的他的決定權 我甚至在講說有一些 我們這個友台 他比如他的老闆是企業界 可是他為了能夠拿到這個頻道 他甚至找了一個比較親綠的人 來當董事長或當總經理 為什麼 他為了是希望他在NCC 他可以過關 或他進入這個頻道是可以OK的 NCC也可以同意的 所以這已經是媒體裡面 不要說是潛規則 是公開大家運行的 所以當這次的整個的聽審會 他決定整個的 大家看到在網路上 直播上看完之後 你覺得在很多的民調裡 反而是支持 不應該關中天的 佔了大多數 這裡面我必須講 他不是綠營 或者大家覺得說 是挺中天的一些媒體機構 或者民調機構 游盈龍大家都知道 他是綠的 他是毒的 他的基金會所做出來的民調 超過半數以上 認為不應該關中天 認為應該尊重新聞自由 這裡面並沒有什麼藍綠的操作 也沒有說一個政黨的操作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當這個NCC 這七個所有的鑑定人 不要說他們之前有些事上 他的立場是非常非常的分明 光是他們問這個幾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王健壯 王健壯是我們大家都很尊敬的前輩 他在媒體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他算是一個 非常自由派的一個媒體人 他如果媒體有做不好的 他過去你看他的文章 他有沒有罵過望忠 也有罵過 可是對這件事情來講 我們都要回到我們對一個新聞倫理 跟新聞一個自由 跟新聞專業的分析 所以他裡面講說 真的確實很多的問題 我真的懷疑這些鑑定人 你們有真的有新聞的專業嗎 包括壹傳媒 蘋果日報 大家都耳熟能詳 這個經營者 也就是這位創辦人黎智英 我相信他對於很多時事的看法 應該跟我們的報導的角度 很多地方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還是力挺新聞自由 現在他說為了懲罰中天 毀了台灣的新聞自由值得嗎 民主可以包容異端 然後正顯其寶貴 這是台灣人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因為這才叫民主 另外你看 但他教授包正豪他也說 在這些鑑定人 也就是在10月26號的 那場聽證會當中 那7位鑑定人 好像在他們的眼裡 台灣的言論自由是不如 1073萬元 連一部兵力車都很難買到 就是說我們中天新聞被罰的錢 但我們有解釋1073萬 但還有很多16屆 是還沒有確定的 確定的罰款才100多萬 133萬而已 但是怎麼言論自由不如 這1073萬元 還有前NCC的委員翁曉玲也說 德國的憲法 還有媒體法界人士的主流意見的見解 私人的廣播廣電媒體 跟所謂的公共的廣播媒體不同 不以服務廣大民眾為主要目的 也就是說你要保障每個 他們自己的私人的廣播電台 他們有一些發言的一些立場也好 論點也好 所以這也是所謂的 廣泛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為了懲罰中天 毀掉我們台灣的整個新聞自由 值得嗎 民主的問題很多 可是民主的問題 要用更大的民主來解決 這就是我們跟共產社會不同的地方 這就是李志瑩剛剛講的後半句 就是說民主就是要能包容異端 這樣子的可貴 我跟蘋果的長期 我們一些看法 我們比較傾向獨派的看法 中天確實他比較同派 這是事實 可是新聞自由跟統獨的意識無關 即便我反對中天新聞的一些立場 跟報導跟看法 可是如果這些新聞 他是經過證實不是假新聞 那要報導那是一個媒體 他有他報導的自由 那就是要由市場來決定 市場自己會決定 也就是說我們政府政治力 越不干涉新聞自由 越讓新聞能夠獨立自由 這越重要 越能保持我們國家未來的 不管是主權或社會體制的民主 這第四權永遠是最好的武器 所以也就是說媒體一定只能靠 媒體自律和社會壓力 媒體自律就是媒體 他自己有很多經過大眾傳播 新聞學專業訓練的人 他們自己來自律 第二點就是社會壓力 就是市場 形成一個市場 當市場如果覺得這個媒體很糟糕 報得多我不喜歡的 他自然就會被淘汰掉 那政府跟媒體共同的信念跟做法 大家共同的目標 就是共同抵制 消滅假新聞 我們要譴責的是假新聞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中天的結論 我大膽預測中天大概我認為政府 還是會以懲罰 也就是說中天我認為是 死罪可免 但是活罪難逃 那每一條該罰的部分 我們就據實看是因為 什麼樣的事實該罰 罰 那中天該答辯 答辯 但是如果說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